大蛇会和黑胡子勾结成为何治国的隐姓boss吗 非常可能啊 我们之前都说过 好像有一句专门胡扯过这个问题 这两个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都是阴险卑鄙的小人 都会隐藏实力 那大蛇之后 他要他要希望继续统治何治国的话 他可能就会和凯多之外的 另外一个四皇勾结 那从目前来看 就是黑胡子是更可能 有可能这两个人 这两个家族 就是大蛇代表黑潭一族 黑胡子代表地质一族中的 这个背叛一方的这个存在 那这两个家族很可能在这个 消失一百年里面就互相勾结 背叛的地质一族 然后让这个地质一族失败 都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这两个人 时隔百年之后 代表各自这个族群的这个勾结合作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和这个后来的剧情 可能这个黑胡子真的会来 大蛇还会这个出来烦人的话 这个剧情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蛇和黑胡子的勾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